各位好 我是胡万灵 欢迎收看台湾演绎 棒球被称为台湾的国球 球迷最多 也是国内最早开始发展的职业运动 2024年中华职棒大联盟迈入了第35年的里程碑 不仅加入了台岗雄英 成为第六支球队 增加对战组合的可汗性 也进入了大巨蛋室内球场比赛的新纪元 而职棒能够有这番荣景 可是经历过不少的挑战和风雨 包括缺乏完善的球场 陪本经营的艰难 以及球员曾经涉赌打放水球 以及两联盟的对立恶斗 中华职棒是如何从谷底起死回生 重新成为国人的最爱呢 这季台湾演议为您介绍 迈向辉煌的中华职棒联盟 再见群雷宝 各位观众您好 今天是中华民国79年3月17号 地点是台北势力棒球场 这正是一个令人兴奋以及骄傲的时刻 因为我国总算也有了自己的职业棒球 1990年台湾棒球发展跨出划时代的一步 由统一师和兄弟相进行开幕战 中华职棒元年正式展开 职棒元年的第一支全雷打出现了 是由统一队的汪俊良提出了一支 对啊 分全雷打 我们真的在这里非常恭喜汪俊良选手 我想这个以后呢 职棒热闹开打背后关键的推手 是兄弟饭店的老板洪腾胜 他一家五兄弟都热爱棒球 不但纯粹以民间企业的身份 成立业余城棒队 还在桃园龙潭盖了棒球场 把进军职业当作目标 就请当年的棒学理事长唐胖胖先生 以及奥会主席张峰系主席 去参观我们球场 及一些记者朋友 那去看了之后啊 这个他们也很惊讶说 哇怎么一个民间公司 会去弄一个球场这么大 张峰系主席啊 就跟我大哥讲说 哎呀 洪先生 你既然对这个棒球这么热爱 那你是不是下去推动职业棒球 洪腾胜受到鼓励之后 开始积极推动成立职棒联盟 经过一番寻觅和游说 找来另外三家企业 统一 卫权和三商 也成立职业球队 组成中华职棒联盟 并且决定用龙师虎相当吉祥物 融入队名 79年3月17日 中华职棒园年的开幕战 终于由统一师队和兄弟相队 揭开序幕战 当时观感人籍万方逐步 中华职棒成功的挥棒冲击 在宽生雷人中 赢得无数球迷的掌声与喝彩 统一一开始就说他要死 那我们兄弟 因为我大哥属虎 我们原本是要 这个起名是虎队 因为三商 陈和东 先生 他们三个老板 他们也都是属虎 那他们也要虎 所以我们就 大哥就让他们起名虎队 那这个未前就是要龙 那只有剩下一个相 那兄弟也不得已 就拿相做吉祥物 此外兄弟相队还出资 上千万元整修球场 并请歌手童安格 写了一首职棒主题曲 拍摄宣传影片 中华职棒的四支球队 集合台湾从1970年代 三冠王时期成长上来的 精英球员 球技好又有知名度 加上平均分配在四支球队 实力接近 比赛打起来自然精彩 成功站稳脚步 那时候的所有的棒球的技术水准 一直在提升 那国外也一直在看好 我们台湾的选手 也不断地要网络 那有些选手也都到日本去 不管是业余直棒都有 那我们的棒球 事实上是不断地在提升 那这么提升的一个技术 如果没有在一个职棒的平台 他们没有办法展现他们的价值 像李军敏 宏一忠 杜福敏 曾志真 这些不但是有高知名度 三级棒球 然后84年奥运 这些都是英雄 第二个就是黄辰森先生的 想法是对 他刻意让四对的实力是平均的 但还没打大概不知道 可是四对的平均 我觉得这一点是打起来 就会比较好看 打击出去 好 右边有方向 好 击了 是一支漂亮的拳雷达 拳雷达 王光辉挤出了一支拳雷达 这些熟悉的棒球明星 对台湾球迷充满亲切感 各球队也组织拉拉队加油 甚至抬到日本取经 好 加油 好 加油 好 加油 每个选手几乎都有绰号 像兄弟和价日飞刀 陈毅信 万乐迷 王光辉 胃泉 孙昭丽小毛 很多类似的脱红青火车头 几乎每个人都有 统一的罗门星罗马 就是带他球迷朗朗上口 球迷跟球员之间会觉得比较亲切 王世民就被打击出去 十一支安打 在右腕方向的安打 王世民顺利的站上了一壘 这个守备之间的一个空档的地带 我们是最佳行程安打的地方 那时候的小号 大鼓 其实基本上都是沿用日本的加油文化 靠到我们中华日报这边进来 所以那时候 只要是口号啊 都把自己想 无私自通啊 都自己去发挥自己的创意 比如说安打歌啊 得分的歌啊 一直安打 一直打 我现在有得分 我现在有得分 举起你的右手 安打的安打 举起你的左手 全得打 好 目前波浪舞蹈的兄弟队的这方面 好 大家玩得十分的记性 职棒的气氛营造出来之后 也出现各种卖点 四支球队的王牌投手 兄弟相 陈毅信 魏拳龙 黄平阳 统医师 谢长亨 三商虎 涂鸿青 成了招牌 集中人气最高的龙象大战 比赛起来经常是张力十足 充满激情 成了票房保证 我那个戏剧张力就特别强 特别到了陈毅信进来终止 陈毅信跟黄平阳的对决 那个更是当时几乎龙米跟象米 引以为经典 那比赛还没开始就剑拔那张叫嚣 不是叫 是呛声 是叫嚣 所以那个时候的球迷基本上是很high的 就在现场是有一点那种 是一直充满着兴奋 那这兴奋来自于比赛 因为龙象大战 我们那个肾上线素都会比较亢奋 为什么 因为球迷较多 那常常我们龙象大战都是满场的球迷 那你知道满场的球迷 那个球迷的那个喊的声音 那个激化 那你球迷那一种拼斗的精神 就会更加的卖力 好像有一点要真的拧死我 那一种态势 主要也发现了 凭飞球又有全力打的肯定 又是个全力打打在全力打的 那个扣上面 洪一东今天真是发疯了 职棒的魅力开始吸引大批球迷 热门的比赛一票难球 除了球场指爆之外 球迷甚至不顾危险 爬到球场边的电塔 或是高楼上看比赛 我们以前的那个球场安全规定 有一条是要播报是说 请勿攀爬到球场的屋顶 那你现在可能 观众听到会觉得很好笑 怎么会有人爬到球场的屋顶 但是确实那个时候 我进来职棒的时候 确实每一场比赛都要播报这条安全规定 当时国内的演唱会这个东西 都还根本还没有开始 差不多到接近快要2000年左右 才开始比较起飞 换句话讲 在那个年代 其实职棒变成是全民 非常重要的一项娱乐 而且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 职棒初期球迷的特色就是死忠和热血 因此非常在意比赛胜负 对判决不满 或是觉得支持的球队受到不公平对待 就会丢东西进场内 甚至还发生过把球场座椅拆掉 丢进球场的失控场面 就是实践的这种抗争议的问题里面 裁判的判决差不多八件左右 我遇过球迷丢下的东西的话 当然就是保特瓶 然后甚至有啤酒罐 然后甚至有人喝酒的 会有一些生农酒的都有 我这些东西是大部分 然后这下就是拉拉棒 然后比较更离谱的话 当下之后就 地上怎么小钢珠 有那个铁片 这一球 在纪录上面 应该是一个键 一个球滚到又弹出来 然后这个曾智珍非常记小心地 在这个一壘的边线 把球捡起来 除了丢东西 球赛如果发生 比较严重的冲突 球迷赛后包围球员巴士 跳进场内和球员打架的事件 都时有所闻 我在念大学的时候 我其实常常从东南大学 骑着摩托车 就骑到那个台体的球场 就不是现在洲际球场 是老的那个台体球场 然后就看球 所以基本上职棒前几年 台中球场 凡是有丢椅子丢水瓶丢便当 然后包围游览车 大概我都在场 那个跟当时社会氛围 绝对有关系 因为当时在职棒1990年 开打 几乎就是等同有名 社会街头运动的开始 所以那几年 动不动就上街头 所以也感染了 我们一般老百姓 即便你酒精球场变球运 其实动不动就抗予了 他不爽就开始丢东西 职棒打得火热 也吸引新的企业组队加入 1993年 石鲍英和俊国雄 两支新军成立 以92年 巴赛龙纳奥运银牌国手为班底 也是实力名气兼具 中华职棒联盟 扩充到六支球队 这一球安打了 六手 爪的方向 看到已经滚到了相当的声勇 我们通过一连而原生单二类上的 纯维成回来得到 今年职骨熊队的第四分 目前形成了平手4比4 那其实外界那时候都是担心说 包括联盟本身也是 可能有些球队会觉得说 新的球队进来 会不会把这个球迷的市场 夸分掉 那当然确实是有一点点影响 但是其实它整个 因为我们还有一些老球队 私事老球队的赛 所以它的观众基础是存在的 并没有影响得太多 中华职棒球队数增加 进场总人数也连续六年成长 平均一场可达六千人左右 加上台湾有线电视兴起 职棒转播成了炙手可热的运动节目 1995年公开招标 创下三年超过十五亿的 天价电视转播全力金 当时转播全力金一年才三千万 一个球队才分到五百万 那我们也听到了很多的 关于这个职棒的 转播的这个价值 应该该乎是多少 那也一直敲不定 那这个后来才决定说 那就公开招标 那公开招标之后 才有未来三年的合约花了十五亿多 当然是吓了一跳 职棒太热了 然后你有职棒有转播 你就几乎是在有线电视利益不败之地 但是十五亿的确是 不只是我所有人都超无想象 那个都是比我们 我们都觉得三五亿已经是天价了 十五亿的确是超无想象 海洋地区天气非常的晴朗 很适合进行职棒比赛 稍后六点三十五分要交手 的队伍是职棒新队传信金队的平战区 高额的转播全力金 让职棒发展更被看好 1997年 新球队传信金加入 成为第七支球队 但是接下来 中华职棒联盟 却遭遇前所未有的运运挑战 瞬间 让中华职棒从云端跌到谷底 国内中华职棒发展初期 以三冠王时代塑造的 高知名度球员为基础 比赛精彩 很快的就创造一番荣景 这联盟也从四队 扩编到七队 不过接下来却发生 球员被黑道挟持 以及涉堵打放水球的情势 引发社会花然 也失去了球迷信任 导致票房大幅滑落 加上有新的联盟成立 瓜分市场 挖角球员 产生了对立和恶性竞争 经过十多年的挣扎 终于让两联盟合并 台湾在世界杯和经典赛等 国际赛事打出了好成绩 重新凝聚球迷的热情和支持 才得以走过职棒的黑暗期 最近群雷宝 1997年中华职棒加入新军和信金 让联盟达到七支球队 史上最大规模 只不过比赛的背后 却暗潮汹涌 因为兄弟相和三商虎球员 接连发生被黑道挟持 打假球的传闻 甚嚣成上 三商虎球队在高雄新城饭店 就遭到歹徒恐吓 歹徒持槍进去球员的房间 夹持球员 恐吓要求配合职棒赌博的 放水的行为 在当下老实讲 我们也是一个平凡的人 但是他们说的一件事情 对我们来讲 我们都是会害怕的 比如说他知道你家住哪里 你小孩子念什么国小 他们都查得一清一楚 虽然他们没有做什么 但是他只告诉你 他知道你就会怕了 那现在很多球员 因为你被交绑 然后被竞赛 你这件事情有什么 有什么看法 这个 在外力介入之下 有球员因此 受地下赌盘组投 收买打放水球 1997年 石暴音队爆发打假球事件 几乎全队涉案 涉案球员遭到联盟除名 造成石暴音 只能跟其他球队借匠 打完球技 检调侦办后 有19名球员被判有罪 隔年石暴音宣布解散 无风不起浪 也就是说 虽然当时传言是满天飞 但是当你不去面对的时候 你会说这是假的 但后来一一都验证 大部分都有一些脉络 或者说有一些迹象 票房赚了很多 然后球员都没有分到什么 这个已经开始有声音流出来 第二个 石暴音当时 是让大家吓一跳 可是球员就觉得 都球团分走了 那球员他拿到什么 最多人来检讨还是 我们的薪资借口 我们的球员所得 当时是比较低的 就容易受到诱惑 但我觉得这些加重起来 当然都可能成为第一次 这个职棒迁图案的爆发原因 爆发球员打假球之后 中华职棒的形象 和比赛公信力大受影响 票房大幅滑落 内忧之外 头一年还有竞争者出现 也就是台湾职棒大联盟成立 组成四支球队 并且高清挖角中华职棒球员 甚至不惜彩送票方式 瓜分职棒市场 其实我们球员很单纯 我们讲的就是 到哪里都是打球 哪边的薪资高 哪边的所得多 我就去哪里打球 所以当时他们告诉我 我们女队在重庆签约 有几百万女的薪水又更高的话 老实讲那一种 是蛮诱人的 很快的就把中华职棒的 一些明星球员 包括洋将也一样 全部都可以划中 当时一下子 这个两个联盟11队 那当然就变成说 你会发现有很厉害的选手 那也有 奇怪你觉得 这样也可以打职棒吗 他也在打 所以你这种状况 球迷就会觉得 不会精彩 因为大家觉得 这个联盟这一队 没有人看 所以他就送票 我们现在称之为 叫恶性的竞争 也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千赌案影响加上 两联盟竞争 中华职棒联盟票房 大幅下滑 单场平均进场人数 从最高的近7000人 剩下不到2000人 1999年底 两支元老球队 三商虎 和拿到总冠军 完成三连霸的魏拳龙 都因为对职棒 受黑金影响的 经营环境失望 相继宣布解散 即使球迷走上街头 也无法挽回 即日起 比照三商模式 退出中华职棒联盟 并解散球队 其实他的解散只是早晚问题 他不解散可能也会被黑金 打得千疮百孔 那我个人反而会觉得说 在那个当下 画下一个三连霸 也算是某种程度 一个比较好的距离 否则的话 再往后拖一年拖两年拖三年 只是有可能眼睁睁的看到 你喜欢的球员 基本上可能被带进什么地检署 被检掉约塔 我觉得这样的几率是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那时候一发生假球之后 其实每一个后勤人员 会认为说 我在为谁辛苦 为谁嘛 那球迷也不进场而已 所以在那个时候 两边的球员加工作人员 的人数比看台的球迷还多 千赌案的影响 让中华职棒两年当中 三支球队解散 剩下的四支球队坚持惨淡经营 直到2001年才终于迎来转机 2001年世界杯棒球赛在台湾举办 并且在冀军战 击败强敌日本 勇夺铜牌 让国人看得大不过瘾 重新燃起对棒球的热情 国家英雄 国家英雄那时候有 当然陈进峰 还有张志佳 但是我觉得 一整个让我们 台湾能够领取力 后2001年之后 我觉得台湾也产生了 不少的棒球迷 直到现在 所以那个影响是蛮大的 世界杯带起的棒球热 帮助低迷的职棒环境 逐渐回温 此外还有利多 也就是两联盟经过协议之后 2003年宣布合并 在协议书签署完成之后 中华职业棒球联盟 台湾职棒大联盟 从此将成为一家人 两联盟合并之后 更名为中华职业棒球大联盟 中职四队全部保留 加上台湾职棒大联盟四队 缩编为两队 一共六职球队 球迷给我们这个机会 那我们职棒界的话 真的要好好珍惜 球迷重新支持 职棒好不容易逐渐回春 但是又接连爆发 假球迁赌案 2005年开始 五年当中出现四次 检调单位大规模调查 和约谈涉嫌打放水球的球员 有没有委屈要说的 是逼不得已的吗 会不会后悔 有时候他就是涉陷阱 让你跳 找你喝酒 赌博还是女色也好 金钱也好 你有不用还 你就放一场球就好了 但是你只要有第一场 你就完蛋了 你只要有把柄在那手里 你以后就要听打蛋 所以因为我们打球 老师讲球员都很单纯 跟 就是说摄势很浅 就是说 你遇到这种社会上 这么复杂的东西 都把它想成太单纯了 所以很容易就上锅了 凶狠一点 勇猛 不只外力介入职棒 控制打放水球 甚至有球团是高层直接摄入 米迪亚暴龙队接手成泰Cobras 才第一年 就传出有黑道背景的干部 要球员配合放水 球员有没有被捕破 什么话要说 当时在米迪亚的时候 全部的管理组织 行政都是黑道 会有邀约要的饭局 会有压力 因为他是球队里面的人 然后他邀约的饭局 可能是高层或者是老板 你要去 想办法跑开 比方说假装打电话 就 后来就离开 把手机关机 隔天他问的时候 就说 就装死这样子 2008年球季结束之后 米迪亚暴龙十多位球员 以及多位管理人员 因为迁堵放水案遭起诉 中华职棒联盟也将米迪亚除名 同年 与英赌博案折损球员的中信金 因寻求和其他球队合并不成 也宣布解散 中职从六队又变回四队 2009年中职爆发第五次迁堵案 老牌球队兄弟像 蓝牛熊 新农牛 和前中信金 都有球员涉入 其中甚至包括总教练 和旅外归国球星 总数仅70人 规模是利四之最 你都很关心你 进去之前说 也想把事情弄清楚 现在有弄清楚了吗 有关系 黑箱世界那一次的话 我是非常的 甚至掉过眼泪 当时认为说 之前的那些前车之间 一些教训应该 球员应该是 不会才对 然后结果爆出来了 这是让我 感觉很痛心的那一次 甲球案 对台湾职业棒球来讲 可以说是 技术的层面 停滞了整个 差不多十年的空间 这个都说实在是在 自我疗伤一样 那整个 可以说是棒球 整个产业的萧条面 已经当到谷底了 这个差一点 毁掉了台湾棒球的 职业发展 中华职棒痛定思痛 从制度面着手 和政府检警单位合作 建立更完善的防堵机制 此外实施自由球员制度 给球员更多薪资保障 进行法制教育 和采取涉赌 需赔偿球团等做法 加上2008年上路的运动彩券 让球迷可以透过 合法途径签注 导正博弈风气 都收到效果 逐渐摆脱假球阴霾之后 真正重新感动球迷的 是台湾队在国际赛 打出好成绩的效应 再一次扩散到职棒 2013年经典赛 台湾队以中职球员为主体 加上王建民在内的 人外球员颓薄效力 从资格赛起拿下五连胜 对日韩也打出精彩的激战 带动一波棒球热 2013年经典赛3月结束 中华职棒第24年球季跟着开打 这一年进场人数成长1.5倍 我们只要遇到国际赛 那个关注度都会很大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球迷文化 或者棒球的传统 让我们在乎 我们的棒球运动在国际赛上面的表现 那所以当然如果国际赛打得好 那立刻回馈在职棒的这个运动上面 中华职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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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人爱棒球 虽然是那段时间的假球案 让国人失望 但他对棒球的爱是不变的 也透过国际赛事好的成绩 好的表现 让球迷慢慢的 又进入到中华职棒的场内 我再原谅你一次 我再来看你 我希望你能更好 中华职棒走出黑暗期之后 为了吸引更多球迷 球团也开始尝试 能带来认同感 以及提供多元娱乐的模式 让职棒经营跨入新领域 也带动球队数量再次成长 2020年代以后的中华职棒 不仅重塑声势 也逐渐的转型 提供更丰富多元的比赛内容给球迷 现在各球队陆续推出青春热舞的 专属拉拉队 替比赛增色 创造话题 成功的吸引球迷进场 而联盟也与时俱进 和国际监轨 引进电视辅助判决等 让比赛更加的公平 随着职棒环境越来越好 观众人数成长 也吸引了更多的企业 愿意组队参加 不仅卫全龙重新回归 2024年新军台岗雄鹰加入 让中华职棒又重回六队的荣景 加上大巨蛋洛城喜用 刺激了广大球迷 愿意进场看球 这些都让终止前景更加的看好 再进群雷道 2013年球季 Lamigo桃园队推出 全新风貌的啦啦队女孩团体 以专业的舞蹈和音乐 带动球迷一起加油 他让应援曲变成一个电子乐 然后有人在唱歌 有音乐 有节奏 可以跟着跳跟着唱 到现在 然后你可以让他变成一个 一连串的舞蹈秀 从头跳到比赛节目 让大家进到球场之后 他可以体验到更完整更不一样的球场体验 真的是起源于2012年 我们赢得中华职棒总冠军之后 那前往韩国鼓山 进行亚洲职棒大赛 然后在亚洲职棒大赛的时候 观摩了这个韩国职棒的加油方式 那那个时候因为是第一次看到 所以惊为天人觉得说 哇这个 他们的加油方式跟 传统的方式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我们就在 隔年2013年把它 引进台湾 来我们一起站起来 Hersh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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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migo桃源队创新的加油方式 受到球迷欢迎 2014年继续推出全员主场 反面也座位全部留给主场球迷 有别于过去主客队球迷 分居E30两侧看台的模式 那其實這個很單純的 當時就是一個商業卡 那不可諱言的 組隊的球迷不論在商品的購買 或者是球場的消費等等等 他們的意願是來得要更高的 那當然當時在推行這樣子 畢竟中華職棒那麼久的傳統 壁壘一三壘、壁壘分明 當然是有遭到一些 反彈的聲音 但是經過時間的驗證 這個其實也是跟 世界上大部分的職業運動 組場的經營是吻殼的 桃園啦啦隊和全組場經營的成功 讓其他各球隊也開始仿效 強化組場屬地主義之外 也紛紛成立專屬應援團體 也就是俗稱的啦啦隊 Lamigo有Lami Girls 中信兄弟有Patient Sisters 統一師有Uni Girls 富邦漢將有富邦Angels 除了在球場看到漂漂亮亮的我們之外 其實我們很大量的時間要準備籌備舞蹈 我們像球員一樣也有春訓 春訓的話我們一次就要背整個賽季 新的每一年都有新的舞蹈 新的口號 然後今年的哪幾個主題 任由哪幾個大場的舞蹈要表演 然後新進的球員有誰 他們所今年的所設計的主題曲 要怎麼幫他們編排 老天爺給我們那個陽光古照的好天氣啊 啦啦隊女孩成為比賽之外的一大賣點 各球團持續擴大行銷創意 在球場舉辦各種主題日 球員配合穿上多樣化的主題球衣 球賽後邀請歌手舉辦演唱會 以及在看台上設置可以吃熱炒或烤肉的席味 這些在在為了吸引不同客群的球迷 買票進場 我覺得是好事啊 因為它是非本質性的事情 發生在台灣這個棒球上面嘛 如果我們的本質做好 非本質的東西更好 加注意起來不是加成的效果嘛 那它某種程度不是塑形出台灣的一個 新棒球二點 我覺得很接地氣啊 球迷喜歡 他們從國外取經 融合了我們在地的棒球文化 創造了現在所謂的應援的啦啦隊 然後主題日去創造主題日 其實主題日國外也有 但是不管怎麼樣他們很成功地 引進到台灣來 加上台灣自己的元素跟操作方式 所以這個是一個台灣職棒發展史上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轉變 零力巨大又是中線 這個球有沒有機會 很遠的距離傳向一雷 一個彈球 還是來得及 開拓球迷市場之外 中華職棒也與國際接軌 仿效美國大聯盟 2014年起陸續採用電視輔助判決 投球計時器等 讓比賽更公平 加快節奏 時間到 15秒時間到 上丁啦先送一個彈球啊 就是超了國際化 然後也有一些就是所謂的 這種慢動作的傳播 或電視輔助判決的傳播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機制 最基本就是在爭議性判決的時候 大家就看那一個轉播 到底是對還是錯的 那你錯的就是跟判 也不會因為說裁判的一個誤犯 而影響一場的勝負 判決safe 所以網友船上到一壘 看到美國大聯盟 投手的投球失蹤 效果很棒 可以一場比賽省掉30分鐘 達到目的了 我們起用 這個目的只是為了縮短比賽的時間 那比賽的時間太多長了 是目前整個國際間都在討論的重點 所以賽事跟賽務上的改革 缺了公平 縮短時間 讓比賽更多好更多元好 直棒環境越來越蓬勃完善 但長期只有四支球隊 比賽對戰組合過於單調 於是增加新球隊 成了球迷的期盼 終於2019年 解散20年的魏全龍隊 宣布重返中華直棒 魏全龍隊 在1999年奪冠解散之後 再一次回到中華直棒殿堂 這一年中執行會長蔡其昌上任 他積極尋覓企業成立第六隊 2021年底 蔡其昌先以立法院副院長身份 推動運動產業發展條例修正案通過 企業捐助減除稅額定為150% 提高擴大體育投資的誘因 2022年蔡其昌繼續促成 台灣鋼鐵集團組成台鋼熊英隊 以高雄澄清湖為主場 加入中華直棒 第六隊嘛 我們個六好不好 六 很六啦 六六大這個六 運動產業發展條例通過之後 捐100塊可以抵150塊的費用 所以簡單講就是鼓勵企業 多多來支持 我其實詢問過好幾個有可能的企業 那其實我也不瞞大家說 我其實當時有興趣的其實不只一家啦 台鋼集團它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它的準備最充分 然後展現出來的這種決心也最強烈 所以最後聯盟就通過 就讓台鋼熊英來加盟成為我們的第六隊 台鋼集團的謝宜民會長 因為他本身就對於推動工藝這一塊 他覺得企業就是要經營一個社會責任 那所以這一塊是當初一開始的一個出發者 那另外一個就是 他一直希望能夠提振南部的運動風氣 然後加上他也感受到 國內的球迷 就是對於第六隊的 就是我深深呼喚 那種期待的聲音很高 不只球隊增加 球員薪資和票房也成長 2023年總進場人數突破180萬人 創下職棒三十四年來新高 平均一場六千人 和2021年相比 兩年之間成長百分之八 這一棒打在右半邊 已經把球棒拋出去了 這個球的距離直接上看牌了 中志祺 好位的一棒四支三 現在好的球員薪資很高 對 我們現在球員 月薪百萬的都有了 所以他的薪資是比以前進步太多太多了 福利也比過去好很多 保障也都比過去好 如果我們的球團都賺錢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 譬如說我當會長 我就會覺得 我就會要求球團 你應該福利更好 薪水更高 中華職棒也持續進行制度改革 和球場優化 會長蔡其昌爭取超過三億元經費 整修新莊 桃園和台中洲際三座球場 此外中職負責國家隊參加奧運 經典賽等一級賽事組賽訓工作 也設立常態勤收小組 建立完整的後勤團隊 並和棒球協會分工合作 蔡會長進來之後 已經可以說是完全處理得非常的融洽 我也是希望說在主訓方面 主賽方面 甚至情收方面 中華職棒確實把這個責任擔起來 把它做好 也不要讓國人失望 2024年 中華職棒邁入第三十五年的球季 台岡雄英正式加入一軍的比賽 台岡雄英的第一分要回來 陳溫傑回到本壘 攻下台岡雄英頓使在一義圈的第一分 忠實相隔十五年 再次回到六隊規模 從四隊只有六種對戰組合 變成十五種 大大增加比賽的變化性 大大增加比賽的變化性 從宋一新去出發你 突破 我會失敗 很興趣 夠花 歡迎大家 進場為我們的加油 謝謝 在比賽方面是 多樣化的 球迷對於賽事的選擇 有更多的一個取捨 賽事的安排也會更圓滿 以前是五隊 就在輪空方面 會很難去取捨 那現在六隊的賽事的安排 就會越順暢 那六隊 當然他的規模就會進入到一個 又一個不一樣的層次 因為像日本職棒的話 他還有兩個聯盟 但他每個聯盟都是六個球隊 所以我覺得六個球隊來 在整個國際的形象跟觀感上面來說 也不一樣 就是說他的完整性比較高 也比較像一個真正有水準的職棒聯盟 這一棒曾宋恩找到了左外眼的位置 來看一下球 到底在哪裡的大巨蛋的第一紅出來了 魚住曾宋恩要歷史留名了 2024年中職還有利多 台北大巨蛋的啟用 讓國內終於有了現代化的室內棒球場 球技開幕戰就創造28618人進場 寫下台灣職棒新高紀錄 我相信這裡面 或許本職球迷並沒有成長很多 但是觀光球迷很多 我從沒有 我把到大巨蛋看棒球 當成一種生命的體驗 因為我沒有在室內看過人家打棒球 所以對他來講他是觀光 他是體驗 他當他進到大巨蛋發現 看球也可以這麼舒適 也有空調 也有冷氣 也不會這麼 夏天不會這麼熱 然後買票也不用擔心說 因為下雨影響了他原本行程的安排等等 我覺得大巨蛋會改變台灣整個棒球 未來 它會是一個很重要的分歧點 它會改變台灣 台灣球迷看棒球的習慣跟文化 飛在辦公中好像抄的一樣 厲害 厲害 Nice catch Nice play 升級這一次鋪到了 Nice play 一個再見的美濟街沙月 真是從來沒有看過 哇塞 中華職棒走出精緻多元的路線 讓看棒球除了欣賞運動競技 還有各種娛樂 創造屬於台灣的職棒文化 進入2024年 中華職棒已經35週年 在會長蔡奇昌的帶領之下 制度越見齊全 而能見度 討論度和賽事水準 也不斷地進步提升 不僅讓耕耘數十年的棒球 持續蓬勃發展 也讓職棒賽事成為國人最重要的 觀賞型運動項目 讓我們祝福中華職棒聯盟 這集台灣演藝就介紹到這裡 我是胡婉玲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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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